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在马路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左转 左转非常的简单 可是各位有听过批转吗? 批转 什么叫做批转? 我们大舜路 跟美术馆路 这一整条路 总共大概有一两百个 左轉門的交叉路口 那麼現在這條輕軌的時間 從大順路擺在路中央 那麼我們這一兩百個節點 我們這些車子過來 到底要左轉 但是左轉要經過整個輕軌的這個軌道 左轉太危險 那麼但是如果不左轉呢 我們只能怎麼走 我們只能這樣走 P10 走一個P10 這個就是捷運局他們發明的一個方法 好我這邊的車子有一個P10 這一邊有一個P10 一個路口 你會有四種的P10方式可以走 這個是很複雜的 這第一點 我左轉危險 直接左轉危險 我走P10 我一大堆車子 一天成千上萬輛的車子 就在這一邊繞繞繞繞繞 我們輕軌節能 結果換來一大堆汽車的耗能跟空氣的汙染 這樣子輕軌到底有做到節能的效果嗎 我不能夠這樣轉了 我只能走P轉了 我所有的車子呢 就在這邊繞 這個就會繞 耗費掉非常多的時間在這邊 有四種轉法 每個地方都是 你就等於你算算看 這邊有多少個車子 要這邊等多少的時間 那這邊要改轉不轉 整個後面都堵住了 我們整個大順路呢 跟美術館路這邊有100多個路口 那特別在大順路這邊 非常多的這個五尾巷 那到底車子到這邊要怎麼轉 每一個路口的情況都不一樣 所以呢捷運局呢 應該就每一個路口 每一個路口實地去勘察一下 把當地的狀況給調查清楚之後 告訴我們說 到底哪一個路口要P轉 到底哪一個路口是可以直接左轉 民眾會擔心 這麼多個複雜的路口 到底要怎麼做 捷運局才能夠給大家一個保障 我想這個是捷運局要特別特別去重視的 像是幫ango everywhere 反正